狼图腾 江戎 编者建言 享用狼图腾的精神盛宴 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描绘 研究蒙古草原狼的旷世奇书 阅读此书将是我们这个时代 享用不尽的关于狼图腾的精神盛宴 因为它的厚重 因为它的不可再现 因为任由蒙古铁骑和蒙古狼群纵横驰骋的游牧草原 正在或者已经消失 所有那些有关狼的传说和故事 正在从我们的记忆中退化 留给我们和后代的 仅仅是一些道德诅咒和刻读谩骂的文字符号 如果不是因为此书 狼特别是蒙古的草原狼 这个中国古代文明的图腾崇拜和自然进化的发动机 就会像某些宇宙的暗物质一样 远离我们的地球和人类 漂浮在不可知的永远里 漠视着我们的无知和愚昧 因而能够在自然示威 物种迅速减少 人类社会的精神和性格 日渐颓靡词画的今天 读到狼图腾这样一部 以狼为叙事主体的史诗般小说 实在是当代读者的幸运 千百年来 占据正统主导地位的红学巨儒 为狼如虎 增狼为灾 汉文化中存在着太多对狼的误解与偏见 更遑论 为狼写一部书 与狼为武探 微求真狼 感谢本书的作者江荣先生 三十多年前 作为一名北京知青 他自愿到 内蒙古边境的俄伦草原插队 长达十一年 直到一九七九年 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 在草原 他钻过狼洞 掏过狼仔 养过小狼 与狼战斗过 也与狼缠绵过 并与他亲爱的小狼共同患难 经历了青年时代痛苦的精神游牧 蒙古狼带他穿过了历史的千年迷雾 净直来到谜团的中心 是狼的狡狭和智慧 狼的军事才能和顽强不屈的性格 草原人对狼的爱和恨 狼的神奇魔力 使江荣与狼结下了不解之缘 狼是草原民族的兽祖 宗师战神与楷模 狼的团队精神和家族责任感 狼的智慧顽强和尊严 狼对蒙古铁骑的殉导 和对草原生态的保护 游牧民族千百年来 对于狼的至尊崇拜 蒙古民族古老神秘的天葬仪式 以及狼豪、狼耳、狼眼、狼食、狼烟、狼鳍 有关狼的种种细节 军史作者沉迷于其中 从而进行了三十余年的研究与思索 写出了这部有关人与自然、人性与狼性 狼道与天道的长篇小说 如今正值中国社会转型 而农耕文明衍生的国民性格 已成其沉重羁绊之时 学者江荣终于为他这一部 清奇半生心血的红篇巨制 画上句号 最终完成了他再现狼图腾的使命 成为有关狼的真理的终结者 本书有几十个有机连贯的狼故事 一气呵成 情节紧张激烈而又新奇神秘 读者可从书中每一篇章 每个细节中攫取强烈的阅读快感 令人欲罢不能 那些精灵一般的蒙古草原狼 随时从书中呼啸而出 狼的每一次侦察 布阵 伏击 奇袭的高超战术 狼对气象地形的巧妙利用 狼的誓死如归和不屈不挠 狼族中的友爱亲情 狼与草原万物的关系 倔强可爱的小狼 在失去自由后艰难的成长过程 无不使我们联想到人类 进而思考人类历史中 那些迄今玄至 未解的一个个疑问 当年区区十几万蒙古骑兵 为什么能够横扫欧亚大陆 中华民族今日 辽阔江土游来的深层原因 历史上究竟是华夏文明 征服了游牧民族 还是游牧民族 一次次为汉民族输血 才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为什么中国马背上的民族 从古至今不崇拜马图腾 而信奉狼图腾 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原因 是否在于中国还存在着一个 从未中断的狼图腾文化 于是我们不能不追思遥想 不能不面对我们曾经辉煌 也曾经破碎的山河和历史 发出叩问 华夏民族的龙图腾 是否将从此揭秘 2004年3月